日本央行在27日至28日 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新任央行总裁 直田河南于商任后的第一场利率会议 会议声明指出 日本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 维持在历史低点 也就是百分之负零点一 并将十年提供债值利率目标 维持在百分之零附近 而这些决策都符合了市场预期 直田河南也表示 他认同首相岸田文雄 先前提到要将通膨目标 设在百分之二的看法 并表示央行将与当局密切沟通 弹性调整货币政策 这场会议的结果大致符合预期 然而也因为少了银派意外 日元对美元28日盘中 应声重贬0.7% 随着全球经济成长放缓 通膨与工资持续上升 直田河南接下来 会如何调整货币政策 使日本国内物价区域平稳 达到百分之二通膨率的目标 是市场与外界关注的焦点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